环球网综合报道,莫斯科政府寻求在北极圈发挥影响力之际。 俄罗斯国防部18日表示,明年将在此战略要地扩大驻军。 台湾中央设19日称,北极圈富含矿藏,且深居军事重要性。 莫斯科多年来日渐增加北极活动,将此列为优先要务。 俄国防部长邵伊古斯基 SHOIGU18日表示, 是,2019年,我们将完成基础建设,好让防空雷达部队与飞航导引哨站, 进驻斯列德尼岛Sredney,兰格尔岛Rangle,与施密特角Kate Schmidt。 他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出席的国防部会议上表示, 北极圈其他地区的军事人员宿舍与航空基础设备都已完工。 报道称,随着气温升高让北极航道建开,矿产开采比过去容易, 俄对北极圈也越来越感兴趣。 近年在北极建造一系列军事与科学基地。 前苏联解体的时候,经济停滞,粮食短缺, 人们需要排着长队领就计量 当时的俄罗斯人用幽默缓解了这些困境 20世纪90年代 政治讽刺剧在俄罗斯电视蓬勃发展 普京上台后 这种趋势很快就被遏制了 在今天的俄罗斯 媒体基本上由特里姆林公及其朋友控制 除非用于转移政府的责任 否则几乎没有真正的政治幽默空间 当英国表示 俄罗斯非常有可能 是在索尔兹伯里独沙前 间谍斯克里帕尔斯基 的女儿尤利亚 的幕后黑手时 幽默和嘲笑是莫斯科的主要回应形式 此后 俄罗斯官员和媒体人士 试图将英语短语非常有可能 HIGHLY LIKLY 变成一个嘲弄的口号 以暗示俄罗斯要为一些最轻微的证据而负全责 他们借用了一系列英国文学中的受欢迎人物 如阿加沙克里斯地笔下的赫拉克勒波路 Hercule Poirot 以及科南道尔笔下的夏洛克福尔摩斯 Sherlock Holmes 用这些人物来嘲笑英国指控俄罗斯参与投毒事件 称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调查网站的insider 曝露过两名中毒嫌疑人之一切皮家 网站负责人多布罗克托夫 Romando Brokatov说 俄罗斯的嘲弄方式 旨在故意降低讨论水平 多布罗克托夫告诉BBC 因为他们无法以严肃的方式回应 所以 他们就开始用演戏 企图用嘲笑的方式 旨在将一切指控减零 他认为 除了阴谋论和误导 这种策略的目的 还在于散播怀疑 结果就是 很多看电视的人会认为 他们无法了解真相 换句话说 就是没有人是圣人 真理不存在 互联网受众也是这种伎俩的目标 例如社交媒体话题 我以来自GRO俄语 似乎就是Sherlock运动的启发 钦克里姆林宫的推特用户 用这个标签嘲笑英国对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简称GRO的指控 一个恶搞招聘广告开玩笑说 GRO正在为其网络攻击部门 化学武器部门和选举干预部门寻找员工 没有必要申请我们自己会找到你 大西洋理事会俄罗斯虚假信息研究员尼默 告诉BBC 这种试图制作搞笑表情包的方式 是信息时代的虚假信息战略的一部分 俄罗斯利用幽默影响竞选的举动 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 2000年普京上台后 首当其冲牺牲的 是一段颇受欢迎的电视讽刺节目酷彻力 Tutley 该节目一再抨击当时的新总统 电视是大多数俄罗斯人的主要信息来源 但幽默以逐渐被非政治或消毒过的笑话所取代 这些笑话避免批评普京和他的核心圈子 如今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上的大多数喜剧节目内容 都无关紧要 要么不涉及政治话题 要么直接开放克里姆林宫在国外的敌人 如果提及普京 那就是恭维的口蓝 以俄罗斯最受大众欢迎的电视喜剧节目KVN为例 去年 G20峰会上的一个短剧 将普京描述为运动健将 以及闲熟的柔道练习者 视频中的他 要远胜于西方国家总统 那些总统显得笨拙而愚蠢 虽然幽默对曾经的苏联领导人是威胁 但克里姆林宫 现在已经把他变成了自己的优势 这不是一个超级严肃的政权 他们带着假笑做事 有时只是带着微笑 这是政权并不是一脸严肃 允许一定程度上的幽默 作家波梅兰采夫 Peter Palmer Wontseff 说道 他曾经是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制片人 诸 本文不代表BBC立场和观点 就在特朗普与习近平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签订90天停火协议的同时 12月1日 中国科技龙头企业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却在温哥华遭到加拿大执法部门逮捕 原因是美国指控孟晚舟违反美国法律 向伊朗出口为禁品 更加敏感的是 孟晚舟还有个非同寻常的身份 华为创许人人正非的女儿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加、美非同寻常的三角关系 阴谋论随之风起 咒骂美国搞阴谋的 鄙视加拿大听命美国的 以及呼吁中国采取反制的声音 伊朗高过伊朗 爱国主义热潮 再度将美中关系抛向不可捉摸的深渊 在孟晚舟案保释听证过程中 中方除了动用外交途径 对美加施压外 还逮捕了二名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 其中一位还是前外交官 大有开启人质外交之士 孟晚舟经过三天的听证会 由加拿大法庭宣布保释后 中国媒体为人质外交胜利 而俄首相庆 更为诡异的是 特朗普在案件过程中 竟然宣称 他会为美中贸易协议的达成 而干预孟晚舟案件 换句话说 为了美中能够达成协议 他可以开试孟晚舟 一瞬间 坐实了美国为了领得美中贸易战胜利拿华为开刀的指控 加拿大政府因此也进退为股 人们越来越相信特朗普在耍商人的小聪明 用各种手段在贸易谈判中逼中方在经济上就范 如果确实如此 中国政府大可松一口气 套用一句俗话 凡是可以用钱解决的都不是大事 然而 事实就未必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简单 首先 从孟晚舟招逮捕的法律文件来看 美国纽约联邦东区法案 早于今年8月22日 就签发了对孟晚舟的逮捕令 联邦检察官起诉理由 显得非常充分 华为涉及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法律 利用香港实际控制公司 向伊朗出口来源于美国的产品 孟晚舟本人亲自参与了掩盖此事的过程 通过汇丰银行向美国执法机构说话 事实上 美国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的调查 并非最近的事情 它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 美国联邦执法部门就开始调查华为等一批中国科技公司 违反美国法律的活动 包括这些公司对伊朗和朝鲜的非法出口和商业间谍行为 中兴科技公司即是一例 它违反美国对于伊朗和北韩出口的禁令 向两国出口违禁产品 并且事后做了种种掩盖措施 被美国执法部门抓个正找 一度禁止美国企业对中兴科技提供芯片 后来在中国政府的强力运作下美中达成协议 对中兴科技处以极端苛刻的罚款 10亿美元和运营监控等措施 中兴才得以继续运营 而在处理中兴案件中 美方也发现了很多有关华为违法出口伊朗的新证据 这是美国开启了对华为的全面调查 这次孟晚舟遭到逮捕并非偶然 实际上美方早在密切关注华为高管的一举一动 它此番过境加拿大 事先因美方掌握情况 才得以一举抓获的 长期以来 美国等西方各国 对于华为在通讯设备方面 迅速发展非常担忧 而加拿大自认为 是华为公司快速发展的直接受害人 它确信华为在通讯设备方面的成功 是建立在早期对加拿大著名通讯公司Notel的 知识产权盗窃基础之上的 因此 对其一直耿耿于怀 随着经济实力和博力的不断增强 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也日渐彰显 尤其是在通讯设备5G技术革新方面 西方面临着 是否要将华为技术 纳入其基础建设中的挑战 从技术方面说 华为今天的实力 应该位于世界通讯设备生产商第一集团军 与斯科等传统供应商 可以说是并驾齐驱 但是 华为在美国等国眼里 一直有着令人琢磨不透的谜团 首先是其创始人任正非出身军人 据说 长期为中国军方供应设备 虽然它的主要业务是民用消费品 但是它与政府的关系是简不断理还乱 根本无法说清楚 更不用说 它作为私人公司的透明度非常低 让外界物理看花难以判断 这也是为什么华为在美国 英国乃至澳大利亚 均无法成功投资 并购其目标公司原因之一